在达州安云香莫龙村 一万株李子树苗正在山坡上安静地生长 坡下曲折的泥巴山路和不远处的水泥公路 却形成了一明一暗的强烈对比 我们早上的五点半就准时走的 可能要七点钟才拢得到水泥龙 因为我们那条路牵涉到一二三柱 接近五百人的畜生 更为了把里面他们生成出来的东西 我们运出来干变成钱 所以我们村委决定 务必要把这条路修了 为了将修路一程规范化 村干部决定 召集村民在修路协议上签字 这天他们高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按照乡村公路施工标准 硬化的路基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 扩宽至四米 这就涉及到占用村民耕地的问题 于是村干部决定参与凉路和协调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 这天村民早早来到村委广场 等待即将开始的公路招标会议 会议上关于修路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了村民关注的焦点 确定中标单位十个工作日之后 修路工程正式启动 村民纷纷赶来 在喜庆的鞭炮声中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为了给村民创收 同时让他们有机会监督施工 施工队和村委会商议后决定 聘请当地村民协助施工 每天村民们准时来到公路边参与劳动 将汗水与希望注入着脚下土地 正当工程顺利进行到的办事 蒲政兰却得知村民因占地问题和工程队闹起了矛盾 工程被迫搁置 来一种 你好 副书记 你好 我一千里百里指挥啊 是啊 你那个事情怎么样的啊 基本处理好了 以前我们挖的时间都明了 你就不晓得 后来过后来挖的时间呢 还要来找我们使品来打这个机器的时间 后来我们就跟了它鼓得要一千块的压坚 要一家一千块的压坚之后就是要规换它这个土地 我们要在其他地方 这个路靠完这个要在其他地方运出来 我认识那个处理方法很好 就按照这个土地 工程即将接近尾声 却遭遇了修路以来的最高温天气 为了让新铺的路面不至于在高温的炙烤下遭到破坏 铺正兰决定阻着村民给公路降温 还两个猪 村两个猪来 其实现在一段路还是多不容易的 因为村民绝大都是村民很支持 但是有几个别的村民了 它也应该它的定义 它可能也很有意见 所以在我们施工的时候也经常来阻挡我们施工 这种情况我们从未开了几次回忆 这个确实让它的弟弟 该补偿的我们适当的 让它一些补偿的一个方式 2016年8月 4.2公里的乡村道路硬化全部完成 而在铺正兰的蓝图里 这个美丽的村庄不仅有路 还应该有卫生室 图书室 他说那一天不会太远 这一天不会太远 或是这一天不会太远 等下了 或者是这一天不会太远 垂直到这一天 冷却的村庄不仅有望 欧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